兄弟们自从园人出现了不猛床 疯狂去我都是用跳的 这也根本就不用担心敌人卡路梯 哎咱啥也不用管 一直跳就完事了 就是在跳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四招 有人就像我一样直接被偷了 这开局就把明镜用了都快打玩呀 而且这时候我头顶还有人 现在有些敌人忙到连喷子都不怕了 这别看他下来了 我就想用喷子把他吓回去 带着四号没有影响到敌人进攻的脚步 你这体验枪也不是这么打的呀 这首是把我惊讶到了 这时我还在园林搜查剩余的敌人 就看到对面和我一样跳到房顶了 他那跑掉我也是紧跟强 就当我一被敌人已经跑掉的时候 不是这从哪来的困脚呀 幸好对面反应卖没有第一世界打我 要不然又得给我带来一整局的心理阴影 我发现现在和喷子对墙全靠运气 有的时候打你一枪你就成熟了 反而有的时候要打你很多枪 有此可见喷子并不是无敌的 所以你们都别玩了 让我一个人玩就行了 随着我把最后几个敌人带走之后 也是成功将园林拿下 不是你是不是把耳机带反了 现在的玩家真是一个比一个冲动 他不玩谢谢就算了 他也不让你玩 这拿着枪就往你脸上玩 说实话 我的时间 也没有这么改 没必要这么快就接住收复吗 有时候拉手习惯了 突然往你真适应不过来 就在我想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怎么脸上又来飞机了 我这回头一看怎么直接降落了 看他没有降落到顶楼 咱们直接飞回去 这好小不小刚落地我俩又死不下队了 看样子他也没有反应过来 咱就说我也没有影分身吧 他咋对着空气打呢 不是怎么这敌人一个接一个的 这怎么脸上又来一个样 我也是直接话证明他给他一顿输出 尽管他拿的是计算也无济于事 因为在他那视角里面一开进全是数 他根本就看不到我的真面目 有的时候缘分来了 的事都挡不住 这边我还在正常驾驶 前面就有人扫我 我作为本局的操作王正能人 但不得不说对面真的会挑位置 就我这一锁子一半死在都打掩体上了 信我火力啊 只要我这白浪费子弹了 这一开地 这不就是我在园林淘汰的第一个人吗 而且在他那盒子里面却有顺居 那我只能说顺居小子先进回归 这边听到小对头有枪声咱们直接过来 现在代派派家个个都是变色龙 他们总能找到和衣服颜色相近的物体 然后隐藏 这敌人要是不开枪 我真找不到他 看你趴的这么舒适 直接给你来一发顺居 咱顺居玩的就是丝滑 这边刚填完空头 营免就来两辆吉普 咱拿着顺居就是自信 根本就不用啤酒零 虽然这一发没有打中 但我思考不慌 咱就说我顺居小子的名号是不是实是名归 就因为刚才那波操作 总之我现在想在飞机上玩顺居了 这边看到脚下平面有人在干拉 我也是非常认真的瞄准 因为我只有一次机会 虽然这一发没有让他捂肚子 但是你们可看好了 我可打中了 看到没有打他一发之后 他也是直接跑了 因为有数多野体根本没有捂到他 但没想到在天上飞着飞着没有油了 所以只能骑着花卫慢慢等到降落了 就在降落的时候 没想到误打误撞看到一个在铁包的敌人 咱也不知道这包到底有多小 天上这么大个飞机一眼都不带看的 所以我也是等飞机降落到和他同样高度的时候 对他来了过持续处处 因为有效应器的缘故 他根本就想不到我在天上打他 像这个距离等我到他脸上的时候肯定自救起来了 所以只能 给他丢雷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带派自由器这么多样 只他刚自由起来又减了个自由器 紧急着给他送个温的直接飞上去 这两个火直接放在走位一动不带动的 但不得不说现在带派自由器是真的多 在这个位置开平原简直就是一览无语 不是这缘分来了真的当不重要 我只刚开机看前面 他怎么就停车了 而且他正好停下来打药 这要是不奖励他一发顺据的话 就不礼貌了吧 打完这一个场上就是两个人了 毕竟是本局的主角 咱们一定要高调起来 直接来圈里面最高的高将 听说救火中人可以火闹了再试 一遍 用尽全力的去爱你 最后你却选择想要放弃 我 我想你在黑夜 这刚打完就看他场上推我一个在干了 直接给他来一发出去吓一下他 达成之后 直接去啤酒零对他持续输出 就我这一条心血流水的操作 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但是没想到敌人在倒地的时候放了开烟 这几开镜啥也看不到了 这几缩子过去啤酒零就算22发了 一点点 打招又会了不要有粉丝起来 水游几山它不了一点点 再来给我留下 income字的 啊 我这种东西不跟进来的 我这种东西不跟进来的